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嗯 我纷纷你别闹 我都帮你干了一整天的活了 让我睡一会儿 果然是穷香疲惨 连个保洁都能睡刻的沙发 没规矩 这样也挺好 谁也不会想到我霍云婷 会躲在这种地方 哎 醒醒了 赶紧走 嗯 嬷嬷 你先让我睡一会儿吧 我 我实在是太困了 嗯 原来是做梦啊 大哥哥 你长得可真好看啊 嗯 老套 装傻充了 老家眼睛也太不行了 嗯 嗯 说 谁派你来的 刚刚 你都听到什么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谁派我来的 我 我真的好困 我要再去睡 好吧 这里我得检查过来 这里都 嗯 嗯 安全 孟姑 这个女人谁啊 嗯 老板 绣心 嗯 李婷嫂 你到底帮我干完活没有啊 你要是干完了就赶紧回来 听说那个难缠的霍总就要到了 你可千万别被他撞出来 你到底是谁 嗯 谁派你来的 你接近我 嗯 到底有什么企图 你说话也太快了 我 我有点听不懂 而且 你也太凶了吧 他非所问 非奸其道 来一把 奇了怪了 今天这地都擦地三遍了 也不刮风也不下雨的 到底是为什么呀 该不会是那个霍总故意整我们吧 霍总 是那个 爱发脾气 爱黑脸的霍先生 对啊 我可听说 他是个心狠手拉不好惹的 哎 你还没跟我说昨天打扫的情况呢 应该一切顺利 没有惹到他吧 这 这个 哎呀 草小你得加快点速度了 下班之前再去外面背点土回来 我先生要在这里种绿植 我 王经理 我今天的工作好像特别多 我 我中午饭都还没吃呢 就是啊 连我都要跟着受罪 经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 小小 嗯 小小 你昨天到底是怎么得罪那位霍先生了 我劝你啊 还是好好去给人家道个歉啊 要不人家一直给你安排这么多工作 故意整你也不是个办法 哎呀 原来他是 故 故意整我 老板 我已经调查过了 那个明小小真的就是个普通的宝洁小妹 福利院长大的孤儿 跟二叔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 他年纪小反应又慢 您真的没必要跟他生气 你倒是关爱弱小 挺会给外人求情的 说说你边的情况 您看这个 林氏集团被报财务作假退市之后 巨额亏损和外债已经捂不住了 如您所料 他们撑不了多久了 那林老头有什么举动吗 有没有和后风雷勾搭的迹象 那倒没有 二叔他们应该扛不住林家这个雷 老林总辞职之后 林家现在由他的独生女林希借管 依我看 他是来求援的 老板 既然咱们迟早是吞了林家 不如让林希过来聊聊看 林希 以她的本事 应该能自己找到我吧 孟特主 您好 您好 我是林氏集团的林希 之前跟你沟通过的 抱歉林小姐 郭总达罪易经常太晚了 实在找不住空跟你见面 叶主您好 欢迎您入住 我是您今天的保洁员 林小小 房间已经替您打扫干净了 请问您还有起派友吩咐的吗 没事了 挺干净的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叫林小小 哦 林小小 做事还挺认真的 这样吧 我们加个微信 以后呢 我这里的卫生就由你负责了 放心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 我不太明白 我 我反应有点慢 你是叫我继续干活吗 今天可以了 你的活干完了 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加个微信 微信 小姐姐 我不太懂微信 我们可以发短信吗 短信啊 短信的话 哎 霍先生原来会像啊 你知道他 他是霍先生 太好了 小妹妹 来来来 坐坐坐 如果你告诉我 这个霍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 请你吃蛋糕好不好 嗯 嗯 小小 老风哥哥 你怎么来了 我刚刚正想拍照片发给你呢 有一个漂亮的夜主姐姐 送了我超级好吃的蛋糕 哎呦 我们小小啊 一提到吃蛋糕就高兴得不得了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一点都没打磕万呢 你在取笑我对不对 不理你了 可是 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小小你要是不理我的话 你就听不到了 什么好消息啊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已经顺利毕业了 而且还拿到了 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证书 哇 老风哥哥 你好棒啊 我就知道 你是最优秀的 嗯 那第二个好消息就是 公司老板调我来这里工作 怎么样 高兴吗 真的吗 太好了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每天都可以见面了 不过 阿姨她会同意吗 她不喜欢我们见面的 哎呀我妈就那样 你不用管她 小小 我已经是大人了 以后啊 我还要赚好多好多钱 还会组成自己的家庭 反正 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嗯 我也会努力的 以后啊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嗯 一定会有自己的小家的 嗯 一定会有 我们自己的小家的 哎 哎 你怎么了 太多了